來到巴西 來到里約 你不只感受到了足球的魅力 也感受到了做生活的方式 世界盃期間 一般人還是朝九晚五的工作者 離開充滿遊戲趣味的 卡帕卡巴拿海灘 離開馬拉卡納球場 其實你看不到太多世界盃的氣氛 有沒有Walk Cup 日子還是依舊 那生活的苦悶怎麼辦 在里約 踏進一個令人愜意的小酒吧 是個不錯的選擇 Real Scarino就是最適合的去處 木製的裝潢 讓人進入復古的氛圍 墻上各種布置 讓你有種時間會在這裡 暫停下來的感覺 你可以找個窗邊的座位 感受里約夜裡的清涼 品嘗著 發息又帶點 湖國風味的點心 身體開始放鬆 這時 遠處傳來的歌聲 吉他聲 八通九的響聲 你身上的細胞又開始活了起來 所有人開始往酒館中庭天井區聚集 在歌聲的音浪中 身體不自覺擺動 照巴西人的說法 這是身體在充電 舞台上和舞台下的互動 彼此都得到了滿足 看著牆上耶穌的最後晚餐 你想的是別擔心 放心的釋放自己吧 這裡沒有猶大 明天準備能量滿滿的再出發吧 巧合得是足球好像也一樣 好啦 再出發吧 我來聽新聞 巴西里約 暢報報導